董卓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,相信大家对他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。董卓在世人的口中就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人,并且也是一个野心十足的坏人。其实董卓的命运也是挺悲惨的,没有想到的是,在最后居然死在了自己儿子的手上。 董卓在临死之前也是大喊出了一句话,但没有想到的是,这句话也是成为了世人口中的口头禅,特别是在打游戏的时候人们常说的。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具体的看一看吧。 当时董卓就是曹操的眼中钉肉中刺,也有人说董卓和曹操就是一类人,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。曹操在历史中虽然口碑并不是很好,但是他也算是一代萧雄了,而董卓他最多就是一个小人罢了。 董卓就是靠着自己的一子吕布和自己的西梁军占据一方称霸,其实他本人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。曹操也是多次想要对董卓下杀手,要不是吕布机制,恐怕董卓也活不了多长时间。董卓他的家产是非常多的,最不缺的就是钱财了,所以他在征兵的方面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机制,另外枪俗的人跟他关系也是非常的好。 并且董卓也是一心想要控制住整个枪族,董卓也是花了大价钱,用在了枪族的身上,不过效果还是比较好的。最后枪族的人,也是全部都是听命于董卓的,在不久后董卓为了彻底的称霸整个枪族,最后也是秘密的把族长给灭掉了,这时候的他算是如愿以偿了。 董卓的野心也是很大,一直想要称霸整个天下,后来董卓也是通过自己的奸计控制住了当时的皇帝刘邪,他一直觉得自己才是皇上,不过当时袁绍的队伍对董卓是有威胁的, 这让董卓觉得很不放心,也是让吕布去解决这些喽啰,在这征战的过程中,吕布也是偶然人是美女貂蝉,这下让王司徒非常的高兴,于是他想了一招美人计,王司徒知道董卓也是非常的好色的, 而貂蝉也是听从了王司徒的意见,去董卓的府邸去交合他们父子二人,当上王司徒也是答应了吕布,让貂蝉嫁给他,但是董卓看见貂蝉也是被迷的走不动到了,于是干脆就把貂蝉抢了过来,丝毫没有在意吕布的感受,吕布在之后也是跟董卓商量过,把貂蝉换个自己, 但是董卓也是无动于衷,吕布对此也是非常的气愤,最后选择跟王司徒一起想用计谋把董卓除掉,在最后的时候,董卓也是刚刚登基当皇帝,没想到晚上的时候就被人杀害了,董卓在临死之前也是大喊出了六个字,我而奉先何在,这几个字也是成为了现在人的常用的流行语,特别是在游戏时候,会不由自主地喊出来。